为了解决淹水的问题 立委苏桥会与立法院内政委员会组团进行考察 穷新北市的板桥桥中二间 在今年的7、8月的几次强降雨 是造成了淹水的情况 立委们除了了解淹水的主因外 也要求新北市水利局提出解决办法 因应气候变迁容易出现强降雨情况 为了加强淹水整治 立委苏桥会与立法院内政委员会率团考察 同时邀请了经济部 农业部 交通部等相关单位 针对几处容易淹水地区进行了解 其中板桥桥中二届这里就是受灾区 那天淹水的时候 我们南马沟这边的抽水站 那边那天有正常运作吗 有啦 有正常运作 照理讲南马沟的排不出去 这里应该是有很多足够的量 可以把水抽出去才对 其实也是一个 就是说其实也是因为时间的 就是下雨的时间非常的短促 它其实就是在那个40分钟 就下了70毫米 所以其实水再下来的时候就要排队了 在我的排水设施之前排队 那原则上那天的水位确实有比较高 今年七八月 几场强降雨让这里出现了积淹水 最严重时 40分钟已经累积达70毫米 积水有半个轮胎高 然后为何会出现淹水情况 立委张宏陆质疑是下水道的设置 已不符合保护标准 条中二阶什么这里会淹水 应该就是这里的下水道系统 来不及宣泄 可能那个防洪频率没那么高 是来不及宣泄嘛 所以才会躲在这边 跟拉妈高的抽水站只要水道下到拉妈高 这边抽水站正常运作就得让TU嘛 就不会淹水了嘛 对不对 是不是这样 那跟委员其实很专业 那其实我们的保护标准其实不一样嘛 水利局表示 气候异常 为了解决短时间的致灾性降雨 将在华侨中学设置蓄水池 我可能没有办法完全倚仗 我的雨水下到系统了 我们可能要用一个池子增加一个空间 所以我们才会在华侨中学这边 思考说我可能需要一个多余的空间 去容纳它 可以看得出来 治水就是需要中央和地方通力合作 甚至是跨部会 而且也看到今天中央带来的好消息是 每一个案子几乎都通过 而且都是最高补助的七成 所以这样子的预算 是大大增加了新北市的能力 除了板桥 桥中二街 一行人也前往了树林北达特区 以及福州市民活动中心考察 地方结合中央 再加上经费溢注 期待解决地方淹水问题